你看哪儿呢 现在我看哪儿呢 你现在看哪儿呢 你说 看镜头呢 然后现在呢 你还看不出来呢 你还一笑就没有眼睛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还有机会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本次Jadio的视频节目 我是这次视频节目的投业主持人 我叫杨毅 然后咱们这期的说个事栏目呢 就来聊一聊游戏与影视中的 这个科幻技术 外骨骼技术 随着这个COD高级战争 发售 然后不少这个科幻迷也好 还是游戏玩家也好 肯定都觉得这一场饕餐盛宴 震撼的这个战争场面 还有枪林弹雨 以及暴力美学 无不刺激着玩家的 这个肾上腺素分泌 当然我觉得让玩家 最让玩家眼前一亮的 就是这个外骨骼技术 为代表的这一批科幻的 这种敬未来的这种想象 我相信大家看惯了各种 名枪名炮 还有干渐武器的玩家 肯定一下子就被这些技术 带入了不久的未来 让这个游戏制作人和干渐设计师 以这种图形 视听体验的这种方式 把大家对于未来战争的想象 更直观地展现在玩家们的眼前 更高更快更强 这些从来都不止是运动员的追求 人们对于突破自己 西游之躯的渴望 在无数的这种幻想作品中 开花结果 像是这种基因改造 生物学变异 然后超级血清 甚至是人机结合 这些点子各放异彩 不过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下 其中最靠谱的一种 就是外骨格增强 Exoskeleton 也就是咱们使命召唤 这个星座中所说的Exos系统 在我们现实世界中 最早提出外骨格增强技术的概念 这个人其实是一名科幻作家 我相信大家 这个爱读科幻小说的人 肯定对他非常熟悉 他就是被称为这个科幻 美国科幻黄金时期 四大才子之一的这个 罗伯特·海因莱因 他在1959年完成的 出版的这部小说 《星船散兵》中 首次的提及了这么一个 增强装甲的一个概念 他说我们在小说中 它的原话是 我们的动力服 要给我们更敏锐的眼睛 更积紧的耳朵 然后更强壮的后背 以这个装备更沉重的武器 携带更多的弹药 然后更快速的这种移动速度 还有更聪明 更灵活 更强大的这个火控系统 然后还有更持久的耐力 以及防护我们 不容易让我们 更不容易受到伤害 罗伯特·海因莱因这些超前的这些科幻的点子 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更迭 逐渐的演化成了咱们现在这个所熟悉的 也就是最近时下流行的这个外骨格增强的这个概念 从早先的这个幽灵行动 然后再到最近的咱们刚发售的这个COD高级战争 然后再从阿凡达里面这个AMP增强这个移动平台 然后再到失落星球里面的VS装甲 这么多这种外骨格技术 它们共同的特点 就是通过这种外置的这种机械结构 来增强与放大使用者或者穿戴者的这个身体能力 能让它来面对这种往往需要数人 甚至数名这种协同作战的这种小队操作大型机器 才能应对的这种危险局面 让这种使用者穿戴者飞檐走壁也好 神形如风也好 让他可以轻松地举起重物 操动重型武器 搬运沉重的这种物资与设备 这些东西 这些特点都是这个外骨格系统 可以提供给穿戴者使用者 综合的来看 我们可以从这些外骨格本身的体积功率 以及它的这种使用方式上 简单地将它们分为两类 一类是穿戴型 另外一类是载具型 穿戴型我们很熟悉 比如说像就像这次COD里面的这个AXO 然后明日边缘里阿汤哥的那身 还有极乐空间里面 这个汉的就是直接跟这个骨骼肌肉 相结合的那种外骨骼 还有像这个大有克扬的星座 短暂和平再见的武器中的那身 包括咱们最熟悉的这个星际里面 机枪兵 也就是这个咱们所说的太空陆战队员的 这身外骨骼 它其实都属于穿戴类的范畴 而这个穿戴类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就是它本身是通过这种人造肌肉也好 然后马达或者这个液压驱动 来使这个穿戴者的这个力量增强 它往往比较贴身 比较小巧 它的重量 它的出力也都比较有限 这样呢 这种外骨骼的穿戴不会影响这个穿戴者 在进入一些复杂的地形 或者这种狭小的空间 这个实施隐秘行动时的这种能力 而这些盔甲往往缺乏一些防护 它的这个装甲比较薄弱 甚至完全没有 就像咱们这次这个COD里面的这个AXO 而它本身所能提供的这个动能 也比较有限 只是作为一个比较简单的单兵装备来使用 而另外一类这种载具式的外骨骼 它顾名思义就更接近于载具 或者这种重型的这种装甲机械 像阿凡达里面这个AMP 然后异形2里面 Ripley用来最后大战异形女皇的这个起重机器人 这些其实都属于载具类的这种外骨骼 它与穿戴类不同的就是 它往往并不贴身 而它这个适应操作者的这个动作的方式 往往是通过传感器 以及其他手段来感知这个使用者的动作 并通过复杂的这种机械关节的组合 来在一个更大的机械臂上 重现这个使用者的动作 这样来增大这个动作的半径 以及它的力度 然后这种载具式的外骨骼 拥有更广阔的活动范围 它能面对这种更复杂的这种战斗状况 而它更大的这个体积和功率 也允许它装备更厚重的护甲 来提供更好的防护 当然了 由于这个体型的增大 这个外骨骼 这种载具型外骨骼的这种 模拟人运动的这种方式 有的时候会受到局限 比如说阿凡达宗这个AMP 它的上肢 就像咱们看到的上效操作它的那样 是处于一个全比例的模拟 当它的肩关节进行一个运动的时候 机器人AMP的肩关节 也进行一个同角度的运动 而它的下肢 则采用的是一个半比例的模拟 为了是在它那个狭小的这个操作舱内 能完成这个腿部的运动 它的腿只需要移动半步 AMP的腿就会移动一步 这样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动作识别的信息 外骨骼这种科幻氛围 科幻色彩浓烈的这种想象 想象的产物 它在现实中是否真实存在呢 它在现实中的这种起源与发展 又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外骨骼系统在现实中 让它认足归宗一下 早在1890年啊 这已经是上上个世纪的事了 俄国的这个有一名叫Nikolas Yakin的这个 这一名天才少年啊 他就这个试图去用这种气囊式的这种气压装置 和这种简单的这种金属弹簧 固定在腿的两侧 来实现这种对行走力量上的一种增强 当然了 它这个装置本身需要你人的这个走动来驱动它 它并不能提供额外的动力 只能让你的走路更省力 所以它还算不上是这个增强外部隔系统 进入20世纪之后 也就是1917年 美国有一名叫这个Leslie C. Kelly的这个发明家 他尝试着去发明了一种叫Petal Moto的这种 不动机这种辅助装置 它比较有意思 它是第一个尝试用这种额外的能源来驱动这个装置的人 在这个装置的后背会背有一个小型的这种蒸汽机 它提供这个额外的动力来牵动这个固定于腿上 固定于这个膝盖关节以及怀关节上的这种金属基件 也就是其实也就是铁丝 来产生这种额外的牵动力 来让它这个行走更加省力 当然由于这个Leslie同志的这个这个结构 它设计的过于简单 还是无法适应这个人体行走的时候 产生这种复杂的这种结构变形 时间推演到二战之后 冷战一时 这个铁幕刚刚拉开 咱们知道的这个美苏两国 它在各个领域进行一个全面的对抗 全面的这个竞争 像太空军备这些 其中呢也就催生了一个非常传奇的这个部门 也就是这个DARPA 美国的这个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翻译过来呢 也就是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 它是在1958年的2月份成立 各种影响这个人类进程啊 深刻的改变咱们这个生活模式的这种发明 其实都跟这个DARPA有深刻的渊源 比如说像英特网的前身 这个GPS技术 还有现在咱们看到这个隐形战机的隐形技术 还有咱们最经常使用的手机 移动卫星通讯技术 都是由于这个DARPA牵头的一些 军用技术的原型名用化而得来的 然后咱们说回这个外骨骼技术 在这DARPA成立的两年之后 也就是这个罗伯特海因莱因这个《星船散兵》这部小说发售一年之后 然后我们当代史上的第一次对于这种动力外骨骼技术的尝试 由这个美国的这个叫Neil Mason所带领的团队展开了 他这个团队在那个Conell University 也就是Conell大学的这个航空实验室中 尝试着制造了一种可以附着于身体上 然后能帮助人体增强这个运动机能的一种装置 虽然这个装置到最后由于它的功能跟不上 并没有成功 但是它却启发了后面陆陆续续的许多研究这个课题的人 然后咱们到1965年 然后这个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外骨骼增强系统 这个Hardiman 由这个大名鼎鼎的通用公司和美国军方共同研制成功 这个Hardiman系统呢 它通过这个衣服在关节上的电机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液压来驱动它 用一种主从事的这种感受系统 来感受这个使用者的力量 反馈到这个机器上 并使这个机器来模拟这个使用者 来增强它的力量 它可以让人举起110公斤重的重物 而只相当于举起这个4.5公斤的重量 在1965年来说 这个成就可以说是非常惊人 各个部门与媒体 对这个Hardiman的成就 都非常的关切 不过遗憾的是 这个Hardiman的研究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 最主要的原因呢 咱们现在分析一下 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就是它庞大的体积 它的重量达到了这个680公斤 而且呢 由于它这个沉重的这个 沉重的这个机体 它的这个移动速度只能达到每秒1.7米 这么规速的这个移动速度 想上战场的话 一定是活靶子 所以这个Hardiman系统呢 它后来就进行了一个简化 最后只是简化成了一只右臂 也就是麒麟臂一样的存在 它能这个提供的这个推升力 虽然有所减弱 但也已经相当的惊人 不过由于这个操作上的这个过于复杂 以及这个单独的右臂并没有办法使用 这个项目最后仍然是终结了 随着材料学 电器工程领域等等领域的发展 在这个1997年 日本的一个科研团队名叫这个CyberDine 它成功的研制出了一种 称为Hard的这种混合助力肢体 然后这种Hard这个骨骼增强系统呢 它是由这个日本的祝国大学 完成的这个圆形机的这个生产 在结合了电脑控制和电池供电系统的 这个之后 Hard的整体重量不足25公斤 但是为了避免这个该技术被这个军用化 这个CyberDine公司 婉拒了美军和这个南韩军方的这个资助 并继续着对这个Hard的进行改进 在2013年的时候 这个Hard5全身的这种外骨骼助力系统亮相 仅仅10公斤的重量 让它包含了这个上 还有包含了这个上肢增强系统 这个设计 让公众惊叹不已 通过这个感测体表的一些生物信息 比如说肌肉的运动 还有这个神经电流的这个改变 这个Hard可以模拟这个穿戴者的动作 并且在这个平行的方向上增强穿戴者的力量和耐久 如果加上这个适当的防护 比如说防化服务之类的这种保护措施 Hard可以应对包括这个辅导核电站 这种核泄漏这种危险事故等等等等的这种 灾害现场的救援与这种抢修工作 然后咱们把时间回溯到这个世纪之交 美军虽然勾得这个日本的Hard未果 但是它对于这个外骨骼技术的这种狂热 丝毫没有减退 在这个DARPA 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先进技术研究局 它豪制了5000万之后 终于在美国本土看到了外骨骼技术的这个曙光 由这个加州伯克利大学所研制的这个 Berkeley Lower Extremity Exoskeleton 伯克利下肢外骨骼系统 终于这个原型机呢 终于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完成了 然后根据这个一组固定于腰间 还有这个腿部的这个支撑结构 这个Bleaks能让这个穿着者 支撑起它这个背部达到90公斤的这个负重 而穿着者可以穿着这个Bleaks穿越复杂的地形 然后当这个Bleaks的能源耗尽的时候 它的这个腿部的这个支撑结构 可以非常轻松的被拆卸下来 而使它变成一个简单的一个 规格化的一个背包 方便它的储存与运输 作为Bleaks外骨骼系统的这个有力竞争者 一家位于美国犹他州的 名为这个Sacros的科研企业呢 在接受了DARPA的这个订单之后 也开始研制这个外骨骼系统 它的这个成品在2006年的时候 经过了这个DARPA的这个方案审核 成功的制造出了一个样机 名为这个AXOS 这个外骨骼系统呢 在稳定能源的供给下 它不仅可以给穿戴者 这个提供额外的能力 让穿戴者在穿戴的时候进行一个简单的前行 同时还可以提供这个高达6比1的这个力增比 这个力增比指的呢 就是当你举起一个6公斤重的这个重物时候 你需要消耗的其实只是你举起1公斤重物的这个能量 在2010年的时候 AXOS经过全面的升级 它的后续型号AXOS2诞生了 这个AXOS2它本身重量轻了10% 它节能提高了50% 然后它的这个力增比达到了惊人的17比1 然后数据与性能这个全面的这个增长 让军方这个非常满意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这个老牌黑科技大厂 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在各种这个外骨骼技术百花齐放的21世纪 我们这个洛马公司当然也不甘寂寞了 它在独占这个航空航天工业 凹头长达这个百年之久 之后呢 它终于打算借着这个外骨骼系统的这个东风接接地气 它在2000年的时候也发布了一款名为这个HULC Hawk Human Universal Load Carrier 就是全地形人体负重仪的这么一个第三代外骨骼系统 这个HULC它可以提供这个大概90公斤的这个负重 让穿戴者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然后可以在接近这个时速将近16公里的冲刺速度进行这个急行军 它平时负重状态下的这个行进速度也达到了每小时10公里 要知道咱们普通人的这个步行速度只有每小时5公里 经过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Hulk的改造之后 作为第三代的外骨骼系统 Hulk可以连续运作达到8小时之久 它的前后都可以负重 由腰间伸出的一个这个承重感上 甚至可以装载这个重型的武器 它可以让穿着者做出像深蹲 像匍匐这种比较柔韧性的动作 这个计划一下就得到了军方的青睐 作为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这个新血脉 Hulk无疑也是这个Talus计划将来的有利竞争者之一 咱们刚刚提到了这么多这个研发外国俄系统的公司 像Sarcos 像这个Reason 像这个洛克希德马丁 无独有偶 在咱们这个COD新作 这个高级战争中 也有一个大企业 叫Atlas 这个Atlas公司 由咱们这个十大带队的集团 在游戏中可以说是细分十足 当你被困难 我们给予我们的力量 当你疲惫 我们给予你治疗 当你被困难 当你被困难 我们给予你领导 坚确 安全 一种机会再开始重新 谁我们 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真正 我们的选择 虽然咱们的外国俄系统 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瓶颈 比如说是能源 然后电控操作感 包括材料强度等等 有待攻克的这种基础难题 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军和DARPAR 对这个外国俄这种单兵增强装置的 这种狂热的兴趣 他们甚至已经提出了下一代外国俄技术的设计构想 一种叫Warrior Web的系统 由一个叫做Boston Bionic的公司 已经研制出了一个简单的样本 这个Warrior Web通过这种软质的结构 以内衬在这个服装内部的形式 紧贴这个士兵的身体 产生类似于这种额外肌肉的这种拉力 来提高士兵的负重 以及他们的反应以及力量 这样的技术 甚至可以说直逼这个直指咱们在游戏中 这个Crisis里面的纳米装甲 随着这个新世界各门科学的这个全面发展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开始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许多在几年前看似还简直就是科幻想象的这种东西 已经在现在半只脚迈入了咱们的这个现实的大门 我们很难说到底是这个幻想启迪了科研 还是说艺术灵感源于技术创新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 像COD高级战争里这种酷炫的外骨骼这种强化系统 也许还真的会出现在某个超级大国的征兵广告中 In the Navy Oh yeah Navy's co-ed baby Our lady sailors bathe every day In co-ed showers I ain't lying Pell Out here with the big guns We can practically guarantee you won't die Unless you party too hard